在三国时期 有四支军队 以其强大的作战能力脱颖而出 其中一支军队 由吕布帐下的大将高顺统领 名为献阵营 高顺为人清白威严 少言寡语 不饮酒 不收惠 他的武力值也相当不俗 曾让曹魏大将夏侯敦北北 并失去一只眼睛 献阵营 献阵营的人数大约千人 装备精良 铠甲整齐 由高顺这位上将统领 因此每战必胜 他们的口号是冲锋之士 有进无退 献阵之志 有死无生 献阵营的战斗力极强 曾击败过关羽和张飞 带领的刘备军队 以及夏侯敦 关羽 张飞和夏侯敦 都是三国时期的汉将 尤其是关羽和张飞 被誉为万人敌 献阵营能够打败他们三人 足够其战斗力之强悍 除了献阵营 还有三支军队 也以其强大的作战能力著称 其中一支军队 曾经大败魏严 另一支军队围困了赵云 还有一支军队 打损了张河 这些军队的存在 证明了在古代战争中 除了大将的勇猛 和谋士的智慧外 整体军事实力 也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 在三国时期 不仅有英勇的战将 和智谋出众的军师 还有这些作战能力极强的军队 他们的存在 使得三国历史更加丰富多彩 也为后人留下了 宝贵的文化遗产 第二支军队是虎豹旗 这支军队由曹操亲自组建 人数大约五千人 他们的战斗力非常强悍 在史料《三国志卫书》中有记载 纯所领虎豹旗 皆天下肖锐 或从百人将补之 由此可见 虎豹旗的成员 都是百里挑逸的精英 他们在普通军队中 能够担任将领 但在虎豹旗中 只是一名普通士兵 在长板坡之战中 曹操凭借五千虎豹旗 将赵云围困 但由于曹操爱惜人才 下令不准放箭 否则即使是十个赵子龙 也难以幸免 之后 曹操率领虎豹旗 追击刘备 使刘备陷入困境 然而 最后关头刘备 被关于率军接应 否则就没有后来的西川蜀国 虎豹旗不仅成功打败过刘备 还斩首元坛 俘获塔顿 击破马超 展现了超强的战斗能力 在吕布在世时 曹操尚未组建虎豹旗 否则与高顺统领的现阵营 定将有一番激战 虎豹旗是曹魏的精英军队 其统领人 包括曹真 曹秀和曹纯 他们都是曹操信赖的战将 第三支军队是腾甲兵 在刘备去世后 蜀国内部开始发生内乱 公元225年 诸葛亮率领数万大军 并带着赵云 魏延等汉将 打算一举平定南中 在诸葛亮六秦南亡孟霍后 孟霍请出理之骑兵 滕甲兵 这支军队由悟突骨精心组建 人数大约三万 为了打败诸葛亮 孟霍请悟突骨 率领三万滕甲兵相助 面对腾甲兵 诸葛亮一开始并未在意 派遣赵云和魏延迎战 然而 让诸葛亮没有想到的是 蜀军竟然被腾甲兵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这是因为腾甲兵 虽然是由普通兵士组成 但他们身穿特殊的腾甲 这种腾甲轻便且坚韧 使得他们在战场上 具有极大的优势 此外 腾甲兵还擅长使用 弓箭和长矛等远程武器 能够在短时间内 对敌人造成巨大的伤害 为了应对腾甲兵的攻击 诸葛亮不得不调整战术 最终成功平定了南中 腾甲兵的出现 给蜀军带来了很大的威胁 也展示了 他们在战场上的独特优势 他们身披坚韧的腾甲 刀枪不入 令蜀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魏延趁机夺得腾甲 诸葛亮回到军营后才发现 这铠甲果然坚不可摧 然而 腾甲的制作过程 极为繁琐 须将腾浸泡半月后晒干 再用油浸泡一年 最后涂上铜油才算完成 耗时长达一年多 尽管腾甲坚固 学怕火攻 诸葛亮最终利用火攻之计 击败了腾甲兵 孟霍才答应归顺蜀国 平定南中后 诸葛亮决定培养一支精锐部队 即无当飞军 他选用蛮夷为兵员 并让王平担任首任统领 王平不仅武艺高强 而且公正无私 擅长管理军队 是天生的军队领袖 无当飞军最终发展到约五千人 他们身披铁甲 擅长翻山越岭 和使用弓弩 独剑 尤其擅长防御战 在诸葛亮北伐期间 无当飞军表现出色 在阶庭之战中 马肃战败后 无当飞军迅速出击 令曹魏大将张和 误以为蜀军援军到来 从而未敢追击马肃的败军 尽管当时 无当飞军人数不多 但他们的表现 足以显示其强大的战斗力 王平仅凭手中的三千飞军 成功击退张和 这已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在诸葛亮的第四次北伐中 王平再次率领无当飞军 驻守南围 这次 司马懿也派出了 大将张和 来攻击南围的王平 但张和并没有得逞 反而被王平击退 诸葛亮去世后 无当飞军壮大到五千人 并成为了蜀国的主力部队之一 在江北北伐期间 无当飞军为了掩护主帅撤退 与两倍余己的敌军激战 最终全军覆没 总体来看 这四支军队中 腾甲兵和无当飞军 更多地执行特殊任务 擅长防御 而现阵营和虎豹齐 则攻守兼备 既能防守也能进攻 那么 在腾甲兵 无当飞军 现阵营和虎豹齐 这四支军队中 究竟哪支军队最为强大 贡献最大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谢谢明镜与点点栏目